大家好,我是紅豆設計的合夥設計師,我叫Milton 很開心在這個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紅豆設計自己開發的一款產品叫做Mr.Help Mr.Help其實是我們利用設計的能量 我們試圖去創造一個直覺的 然後簡單的一個隨身求救器 主要是來解決這個所謂的即時忽救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個意外危機通常都是發生在你不預期的時候 其實我們開發這個產品的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我太太在路邊暈倒的關係 所以激發了我要去開發這樣的一個產品 其實我們又去反思到台灣目前已經進入了所謂的高齡化的社會 那其實我們在看亞洲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 其實這樣子的趨勢其實已經是不可逆的一個現象了 所以在未來的三年到四年之間 我們會發現台灣超過60歲以上的老人 這樣子所謂的意外風險高的族群 它會將近到300萬 那日本呢會到3000萬 那中國大陸呢會到3個億 這樣子的一個老年人口 它發生意外的風險是非常高 那這些族群會碰到了什麼問題 40%的一個60歲的老人都是處於一個獨居的狀態 不管是子女在不在身邊 或者是子女上班 他一個人獨自生活 有40%的老人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生活型態 那80%的意外都發生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 那當你發生意外的時候 其實你真正的求救的黃金時間只有5分鐘 那我們怎麼樣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以我們的角度來思考 當我們發生意外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我們只要打開手機 開啟個APP 或者是打開我們的這個電話簿 我們就可以去做求救了 其實真正的意外發生的時候 其實你對於環境的認知 包括阿拉伯素質 在這麼快的一個情境下 對於老人家來講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反應的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做 在做這個產品的研發 那我們後來發現到 其實我們為什麼不把 手機上面的一個虛擬的求救按鈕 把它變成一個實際的物理的拉環 那只要插在這個 手機的3.5的這個耳機孔裡面 那當這些長輩們呢 發生了這個緊急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要告訴他 你只要把這個拉環拉開 只要一個動作 你不需要去學習太多的 高科技的這個知識 你就能夠自己求救 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只要設定好三個聯絡人 那基本上可以是你的這個鄰居 朋友或是這個管理員都可以 只要是能夠究竟能夠照顧到你 或者是能夠幫助到你的人 你就可以把它設定起來 那基本上呢我們的APP呢 就會自動啟動這個求救的SOP 那包括這個本身的這個警報 然後我們手機呢 會開啟這個攝像頭 那包括你的這個這個位置 GPS的位置都會當下 藉由SMS的簡訊發送出去 那如果我們的SOP會判斷 如果當時如果沒有 三組聯絡人沒有來打電話 來關心你發生什麼事情的狀況下 那基本上呢 我們的系統會自動判斷 打電話出去 給這三個聯絡人 那其實我們真正要做到的是 我們將這個求救的訊息 藉由我們的系統 上傳到雲端之後 我們希望是建立了一個 一個互聯的一個互助權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有 Mr.Help這個APP 那當下我們就可以知道 周圍的人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們就可以真正的一個 增加一個一個呼救 跟被救的一個機率 其實Mr.Help是一個很很簡易的 一個產品 那其實它的好處是 它簡單好使用 那長輩們接受度也高 所以我們希望會用B2C的方式 跟政府部門合作 或是有企業願意跟我們合作 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布線 那另外我們在服務方面呢 我們也希望跟一些企業 或是做互聯網的 銀髮族服務的平台來做合作洽接 那我們一起把這個 這個銀髮族的這樣子的 安全生活的平台建立好 那其實我們希望這樣子 會跟我們合作公司 比如說可能有旅行業 那導遊呢其實也可能會是一個 我們去服務的對象 那包括保險業 那做一些生活資源的 居家照顧的 比如說保全業 有推一些什麼 iCare的一些 所謂的 居家保全的 看護系統這些 其實都可以跟我們做合作 那其實Mr.Help 我們已經在台灣跟中國大陸 申請了這個新型專利 那我們在今年下半年 我們會 開始做日本跟這個 北美的這個市場的一個專利布局 那其實我們的團隊其實都是設計背景 然後再加上我們有一個比較 算是一個工程師背景的一個partner 一起來研發這個產品 那其實我們主要的能量 就在於使用者經驗跟產品設計 這個部分 我們是用花很大的力氣來做研發 那其實我們這個Mr.Help 其實我們也得到很多政府的幫忙 跟這個關注 那其實我們也同樣跟 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紅十字會跟這個 新北銀法族協會做一個 等於算是一個合作的模式 那會由他們來提供我們 將來在政府部門合作 或者是在銀法族的這個 這個渠道上面 他會幫我們做一個 一個部件 那其實我們Mr.Help 目前我們已經 適量產結束了 那我們也經過了這個 這個百利的使用者測試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是 準備好了 那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個平台 找到一些 譬如說對我們這個產品 有興趣的投資人 或是你們希望跟我們來對接 做一個採購的一個合作 或者是任何服務的對接 我們都可以來討論 Mr.Help的攤位就在D05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興趣 或想看我們的產品 怎麼樣去demo的話 都可以都歡迎大家到D05 來跟我們做一個詢問 我們呢 這個